你这个样片 它传的这个活口真好 特别特别粗 感觉别高兴太糟 你这菜有个明显的一个错误 学说菜 会吃菜 今天来到维坊 请得楼 来尝尝老维仙菜 哎呦 师弟 你好 你好 欢迎过来这种舞蹈 提不到 提不到 来看看 来看看 来学习学习 好好 来 师哥 这是我们维坊的地方名配吧 它的名字叫超海大瓣 有海参 鱿鱼 鱿鱼花 大虾肉 还有蹄筋 还有竹笋 还有蛋糕 这种原料 师哥点评一下 好好好 我先尝尝味道 先烫水吧 鲜香味 煮 我再尝尝这个猪料 食材也很新鲜 这个虾吃到嘴里非常的炭 这些咸虾 赶紧拔的 食材很激动 也符合朝鲜的前质 这个朝鲜鱼 还有红鱼 白鱼两种 红鱼就是这种叫前鱼 白鱼就直接就是败死 但是这个菜鱼配料上 有一点小毛病 这个黑砂瓣 黑砂瓣 但是别加提及 加什么 把它换成越多 你这样呢 它应该是叫一个 石金砂瓣 那就更名副其实了 对对 师叔 这份得卖多少钱 这个菜在我们店里卖八十八一份 哟 哈哈哈哈 但是点击率非常高 刚才师叔这个店走的是这种 就是咱们大众的路线是吧 对 我们精品加长菜 真是吃饭 以后你不再认为 我这叫做专程来吃喝 哈哈哈哈 是啊 现在上的这道菜 叫腊炒大肠 腊炒大肠 现在这个菜也是在威方 现在也是成为一个地方的 这个名菜吧 精品的大肠头 自己煮 自己加工的 不知道的信息是多嘴 你试开尝一下 嗯 尝一下 和你介绍的一样 而且这个火口正好 几号腰 还脆碳 从颜色来说呢 这种红它就适合于炒的那种 而且还带了一个辣椒油 现象始终辣而不利 我是个不吃辣的人 但是我吃的辣人真好 这才你买多少钱 不贵 我买76 要说一下不贵 你要在吉南不舍利用这个醋 都会用到质汤 这没有保留大肠本身的味道吧 没有 处理的很干净 所以你看 你翻过来看 一叼油都没有 油都没叼了 它处理 也就处理得算好 你看 没有油脂 那实书就是说 处理这个大肠 有什么窍门吗 你都是怎么处理呢 加上这个面粉 土啊 把它反复地搓洗几次 先用这个开水 把它搓水 抹洗一下 这个火灰要装好 不能煮得过一烂 当然也不能煮不透 火灰装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菜呢 就是我们为现在一道 野水第一个地方老菜吧 叫炸五香肉 炸五香肉 嗯 它的主要原料 就是我们一般用厚轴 用这个葱姜 料酒 五香面 把它腌制好 师哥 你炒一点评一下 好 它是一个甘蔗菜 这个肉呢 它外面有点嚼 有点干 但是里头不切 这个五香粉特别浓 这个鲜蛋口也挺好 或者因为这个菜 你很耽误也不行 它行 这个肉 它很行 所以不错 但是我作为四个来 我给你提一点要求 在选肉的时候 因为这鹿菜里头 它已经没有讲到肉 其中它就有里头含着肥的 对 这个里脊 是绝对是熟的 嗯 这是鹿菜 不像什么菜 炒底片 炒底片炒底水都是熟的 炒肉片 但是炸肉必须得带着肥 嗯 这是区分 带着肥的有什么好处呢 它就祥而不拆 在羊这个菜里 鲦酒 是吧 这个鲦酒往往就放酸 是 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呢 你需要提高一点点烫 好 你这个菜里 就你这个家里 也叫炸锅香肉 在有个地方也叫炸广东肉 你节点你试一试 我们给你讲 是可用性 是吧 好的 是的 现在上这都特意 就是我们店里 也是没得很不错的一个 叫做鲦鱼片 嗯 你给你尝一下 我看我看我尝尝 剪冰一下 我先尝尝 这个做鲦鱼片呢 是蘸鲦菜里头 它比较典型的一个菜品 你做这个做鲦鱼片呢 做了一个鲦鱼片的颜色 作为鲦菜的草鲦鱼片来说 你应该是胡搏丝 这个鲸子带点红头 鲦鲦鲦 所以说你颜色浅了 证明你草鲦打得烧 好 光用的草鲦 味道不够 嗯 需要草鲦呢 再加草腻 过去老师傅说的菜啊 那个草鲦它就得微的 片上有点臭的 嗯嗯 它更出味 炒的也不错 鲸鲦也这个量也正好 啊 鱼片滑的也很好 味道就是 早留早留啊 得从早上下功夫 上的这的菜呢 就是维行有的凉菜 叫枪腰片 嗯 先主要的把它打这个 熟的花椒 嗯 这个断法 这个这个鲦法 维行用的是比较广泛的 嗯 你给点评一下 好 它都尝 你也尝尝 好好 你这个鱼片 它串的这个火口 真好 特别特别吃 这个枪菜 这个特色出来的 它就有一个脚香味 花椒的香味 对不对 对对 对 但是你不要高兴太糟 嗯 你这个菜有个明显的一个操 你要知道枪的东西 一定要配料点滴 这些配料不要再上头 让什么乱 啊 上头随便带点葱娘生 热花呀 又爬往下一次 小味一口 上来 结果 菜几闻 啊 一打开 以后 那个花椒的香气 哗出来 什么叫低刀 这才叫低刀 枪菜不食粮板 一定要吃味 你看我说的能接受吧 不是 接受也是 嗯 全是我们也推的 是吧 马上改进 嗯 因为这个枪的这个结方 整个鲁菜凌侯 应用的都挺多 嗯 是 它就是一个情弦 催泪 交响 这个 我说话不打留情 不打留情 好 那就是好 你 我说对不对 对对对 我说对不对 我说对不对 就是 就是 就是在那个 菜品面前 嗯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 怎么都可以 可可惜其是吧 那些倒倒菜品 它会有一说了 一无二说了 刚上次知道 就是我们有点 这个卖的也是比较好的一道 叫肝脏黄花鱼 嗯 好好 我们用的是那个中黄花 你给点评一下 嗯 好 哦呦好 真好 真好 嗯 这个菜吧 作为甘榨菜 做的很不错 它外脆 里里里里里 而且刮的那个糊 你正好 如果你很糊了 它穿大面膏了 对 是吧 你很薄了 它的鱼呢 它不缝慢 它保不住水分 这个糊还脆 以后这个鱼一看 那个纸水都保住了 是 它充分地把这个鱼的咸锁住了 而且线口也正好 这个菜应该说无可挑剔 但是呢 九路菜来说要带一点脚印 嗯 这是传统 因为甘榨鱼 这 甘榨鱼都得带一点滑脚印 就是 师叔 那像这个鱼的话一般怎么卖 我们卖16块钱一条啊 哦 这个是一个人一条吗 每人一条 那一会我还吃一条 是的 哈哈哈 师哥 刚上这热豆菜 就是我们威方这个地方的一个 就是酱酱菜吧 切的蛋皮以后了 然后拍粉也炸出来 关键呢 就是熬的汤啊 和这个炒这个芝麻酱 然后这个火会一定得这么好 师哥 你尝一下 好 这个菜 熟 脆 香 甜 有时候切的就比较乱的 对 嗯 都做到了 唯独 切点小煎意 因为它这个菜 它是一个 它不是个巴斯 它是个牛鱼 所以一定 把它倒了一个大铁盘子 大铁盘子 磨的香油 倒了一些筷子 不辣不辣再装盘 如果你装上 你看你现在 你再倒就费劲了 是 就费劲了 你只能吃一块 那像吃第二块 说不辣不动了 再就是什么芝麻 到时候倒了盘的时候 哇塞的 不出个小味 是吧 多加的芝麻 再就是 做这种菜 炒这的时候 一定要用香油 巴斯菜 琉璃菜 都得用香油炒 炒菜 炉菜 它的拥有最讲究 什么菜用什么油 雕材哪样就 就更完美 师叔 在咱吃饭吧 在咱吃饭吧 好的 尝尝没垫的这个包子吧 好嘞 两种香油的 一个是当鲜肉的 一个是韭菜豆腐的 好 这个包子基本上 就达到那个菊花亭 那个要求 珍贵 它应该是18个半 短的 而且这个面具发的很好 吃包子一定要小心 是吧 不要呢 汤 汤 馅儿够大点 慢慢的馅儿 最后最香气慢慢的 吃包子呢 中规还是吃这个馅儿 至于糖汁呢 它只是增加它的这个 包子的味道 但是我来了 我就给你 稍提点建议 好的 是吧 好的 那么提点建议 味多一点 就是再加一点糖汁 好 是吧 这个包子 这个馅儿 它有点干 它吃起来它就自由 口感好 口感就更好了 是吧 好的师哥 我们根据你的建议 我们再改进一下 好好好 好 那咱这视频到这里 好 咱们吃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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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吃饭 吃饭